被雄鹰保护过的女人会不会爱上麻雀 答案是肯定的 不会 我们昨天做了一份调查 询问了50位大女生女的周要求和前男友的条件 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女生的周要求 其实和女生的跟条件没有直接关系 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她的前男友有很大的关系 和她接触过的圈子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时候就人会说了 人家接触的都是高端牵扯 说明人家也很优秀 不一定 有些人他谈过条件好的 不代表他就配得上条件好的 如果他能配得上那些条件好的前男友 他就不会是前男友了 再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他去五星级酒店住过一次 是去体验的 不代表他就是这个阶层的 再给大家说一个只有男人才承认的真相 男人他选女朋友的底线是非常低的 向下兼容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选老婆的标准确实很高 高富帅是很有可能找个普通的女孩子谈恋爱的 但是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结婚他们会找个门当获对的 其他的就不说了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调查数据 我们调查了50位大龄胜女的工资中位数是12000 全部都是工薪家庭的条件 其中有24个女孩子是农村家庭 父母乌农 重点来呢 他们谈过的最优秀的男朋友 看清楚是最优秀的男朋友 年薪工资的中位数是80万 下不下的 其中几乎是川一代 富二代 官二代 以及创二代 工薪阶层 有车有房 普通的家庭只有两个 也不要太惊讶 当然 这个是他们谈过最优秀的男朋友 不代表他们谈的其他的 也都是富二代 而他们现在的 招要求的工资中位数 是最低50万 现在他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要求也不高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都觉得非常高 反正在我看来 无论哪里 当你在年轻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这个人对你来说可能是不好的事 如果你们最后不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孩子 那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你未来择偶道路上的枷锁 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 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太过惊艳的人 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遗憾 所以你听过的 你如果错过了那个很惊艳的人 不是你的运气不好 是你压根就配不上他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一辈子 去赌一个曾经不了解的人 找对象 也不要总拿前男友来做比较 有时候可以多拿自己来比一遍 嘿嘿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